来来来来来,观战一把魅克,魅克的祭司,好久不见魅克的祭司跟卡梦的前锋了 我都以为,对吧,看不到了 看一下爱哭鬼 这个爱哭鬼上个礼拜是国服第一的,也是一个强力选手 这张地图爱哭鬼,有的打,有的打,上来 走了 他看见这里面的人了吗 从一个小缝里面瞄了眼,瞄到前锋了 确实这个位置有,我记得那个四号机那边有一个墙是有一个缝的 但是就看见了 我来找佣兵 先知,先知在后面,能找到吗 找到了,找到的话,这把节奏还可以 邪火一拉,nice,先知这边被迫焦鸟 没办法,万一被打一刀呢 这样的话,闪现一刀带走,这个先知倒地 节奏是一个差不多80秒左右击倒 80秒左右击倒 对于这套阵容来讲是比较快的了 因为这套阵容修得不快 哎呀,这套,拉火,帅气 虽然这一刀出现了15,但是后面一个火,补上了 那这样的话,整体节奏对于爱哭鬼来讲 是一个保平,能保平了,平局有了 可以这样讲,就看后续防守了 比如这边拉火拉一刀,然后闪现追一刀打一个双导 那么就有机会赢了,拉火,漂亮 直接平地倒追,双导有了,那应该是保平真胜了 保平真胜了,闪现过来,好的 镜头给到前锋,没有任何动作 这里两个人先一人休养一台电机 下一波前锋来救,佣兵现在这个位置 再给他追一刀刷一层战仪 不损时间啊,不损时间 这边一个滑板加速,往前走 应该是要挂回去我感觉 挂回去的话佣兵也在那边 这样的话别人还不太好摸这个佣兵 这节奏挺舒服的 外面修了两台半,已经是一个二挂先知了 祭司再修,前锋这边要来救一波人 看卡梦的前锋能不能力挽狂澜了 有一说一呢,这个局要是真的力挽狂澜 他就对吧,成神了 我是觉得这个局最多最多求人者可能打到后面 运营的好,有机会能保个平 拉火,再秒,再秒,再秒,左右,拉火撞 哎呀,哎呀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不是没杜杀 牵起来,还要把这佣兵挂上 帅啊 祭司就一波游民 前锋交自己 镜头给到前锋 能不能二六出奇迹 先拉球,进交互点 翻板加速 但是这边出圈解速啊,只能回去 因为解速前面没有任何的交互点 避倒无遗 祭司先把佣兵摸好 慢慢盘啊,慢慢盘这个局 翻板加速,前锋再拉一波球 走 走你,拉火躲掉 但是加速上来一刀 好的 挂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挂 虽然说这个前锋交掉自己的 但是待会挂的话可能还是得挂 先过来看见佣兵在脸上 那先追佣兵 穿斗 打掉 回身过去把前锋挂上 守这台遗产机 祭司76% 那外面差一台电机啊 差一台电机 由于用兵手上没有博命 前锋的球还剩三分之一 需要,哎呦 这边想要强点吗 要救一波,要救一波 救一波让前锋拉走 这样的话 穷者有盘一个三人在场的 开门战的机会 这边切尸长了 他不给活路了 封住这个走位 这台电机一踹的话 基本上三应该是有了 拉到 一刀 他不得不说 这个爱哭鬼的一个 那个火 确实拉得好 确实拉得好 这边佣兵应该会帮忙扛一下 挂你嘛 对吧 那挂你嘛 也可以的呀 这佣兵也是一个二挂 不过五成战役的佣兵 他还想再追追前锋 把前锋的球号一下也行 成功拉球 有火有火有火 这多火好像不一定要 加速 追过来 一刀倒地也帅 挺凶惨的 那米克这边应该是准备跑路了呀 再来救一波吗 还能救吗 两个人挂上 他要救的话 他得救前锋 然后前锋手上有搏命 要救前锋 前锋手上有搏命 然后让前锋去救剩下一个人 不过这边都没有挂 没有挂 拉火 躲掉 打一刀 救 救完电击不够 两个人要穿洞走 要反穿吗 反穿 没成功吗 没成功 差一点点 这边跟的太紧了 前锋一刀倒地也挂飞 用兵交自协 但人太残了 这边还想要圆火拉一下 一个滑板加速 前面有紫圈 来圆火加速过来追上来 这个祭司 没游动 要追一个4 那我估计他过路 验过拔毛 这台电击先踹一脚 好吧 哈哈 对不要浪费嘛 对不对 技能好了不要浪费嘛 好找到佣兵 佣兵交自己的 一个火 哎呦 再一个火 就这个火的一个感觉很好 感觉很好 他要去佣兵那边 然后把那个祭司赶走 都打掉 梅克这边也不拖时间了 能摸吗 就摸 摸不了就算了